他有特別強調,幾歲必須用自訂數字 就我剛剛做的,不可以使用函數,他有特別強調 所以如果你用的方式跟他不一樣 證照考試就是沒有分數 他是電腦評分的 再來第二題,修課資料工作表 反正你只要看得懂題目 理論上你就會做你需要做的動作 修課資料工作表在哪裡呢? 基本上就是在這邊修課工作資料表 他說這個工作表裡面要做什麼 他說這個工作表要必須把複製與班儀 也就是把剛剛這個學員基本資料工作表的欄位 把它做複製跟班儀 然後把學號跟姓名這兩個欄位做複製 到AB 然後把上課期別跟班別 做班儀到CD OK,所以它有兩個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把學號跟姓名這兩個欄位 所以兩個欄位是A跟B 請你把游標放在上方 出現向下箭頭 這樣拖拉過來A跟B 要複製,所以你可以按Ctrl C 或按右鍵做複製 都可以 然後切到修課資料 把它貼上Ctrl B Ctrl B比較快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來的話 班儀 實際上就是 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減下 這邊是複製 要複製哪兩個呢 上課期別跟班別 分別班儀 OK,所以是減下 上課期別跟班別 上課期別在哪裡 上課期別在這裡 跟班別 OK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就是減下 減下的話就按右鍵減下 或者是說你可以記快速鍵叫什麼 Ctrl X Ctrl X就是減下 我喜歡用Ctrl X 然後這個都減下 減下之後的話 把它放到C跟D 所以游標放在C1上面 然後Ctrl V 這樣就OK了 你可以切回到學員資料裡面 你會發現 這邊的這兩欄 就不見了 才是班儀 動作不要做錯 應該 就可以拿到分數了 再來的話 針對這個範圍做格式設定 格式設定裡面的話 設定儲存格 B2到B120的範圍 儲存格 與學員資料基本的D2是 填滿一樣的顏色 D2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D2 學員基本上D2在哪裡 在這裡 那它填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我不知道 怎麼會知道它哪個顏色 其實你可以切到常用 填滿顏色的話 你可以從油漆桶這邊的旁邊鍵頭點一下 你會發現 它填滿的顏色 它會告訴你 有沒有發現 它是用這個顏色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修課資料這邊的 B2到 B120也是要這個顏色 OK 填的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填到油漆桶這邊 是這個顏色 切過來之後 把B2 一直選到最下 其實就是Ctrl Shift向下 剛好這120 Ctrl Shift向下 指的是向下選取 然後把它的 顏色填滿 所以一樣是油漆桶 把它改成跟剛剛一樣 剛剛哪一個 這個 你就把這個顏色 應該是金色這個 點一下 OK 那就會跟 學員資料裡面的這個顏色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完成 它要的第2個動作 第3個動作的話 設定什麼 A1到D120的外框 外框 就畫框線 為四粗 詩線 跟你講說是右藍的第5個 然後顏色的話是黑色 文字1 OK 那怎麼畫框線 基本上是A1 A1在這裡 D120在這裡 所以其實有幾個方法選取 你可以先選A1 再按Shift鍵 再點D的最下面這個 這樣全選 因為要全選 如果你不這樣選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快速鍵 剛剛不是要Ctrl Shift向下 你可以先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這樣也可以 我比較推薦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Ctrl Shift按住 先用向右 再向下 然後呢 接下來就畫框線 那怎麼畫框線 我們上次好像有提到 框線部分的話 記得是從油漆桶的左邊這邊 找到這個箭頭 這個箭頭有個下拉清單的其他框線 OK 隔壁有沒有 這個油漆桶的隔壁 其他框線 從這邊去做 設定喔 設定什麼 次數框線 所以其他框線 那次數框線是哪一個 特別注意喔 是 他說 右欄 指的是樣式裡面的 12345 第五個 就這個 所以你先選 他的樣式 第二個的話呢 下面選色彩 色彩是黑色 黑色在哪 黑色這個 他說 黑色文字1 應該就這個 有沒有 黑色文字1 所以 1選樣式 2選色彩 3的話呢 是要選什麼 他要什麼 外框 有沒有 這邊是要什麼 外框線 所以外框是哪一個 外框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外框 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點一下 好 這樣就外框 所以這邊 從這邊 進來 對不對 然後進來之後呢 1選樣式 選這個 2選顏色 3選這個 不要錯 反正這個 當然 理論上如果你做出來跟我不一樣 表示你做錯了 OK 就這樣 那你 不要懷疑啦 因為一定是做錯的 我也不知道你哪裡做錯 因為我沒有在旁邊 監視著你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哪裡 但是 這個地方就是說 對就對 不對 電腦其實很絕對的 他沒有說突然對一半的 沒有這種東西 OK 所以你只要照著做就對了 OK 按確定就好了 好 這樣就大功告成 那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做完之後我怎麼知道 那個外框長什麼樣子 好像只有這邊有框 這邊沒有 那怎麼辦 你可以從檔案裡面 有個預覽列印的東西 列印有沒有 列印 列印裡面有個預覽列印 你可以看到 框線有沒有出現 可以從這個大概出來 可以預覽列印 因為理論上是要印出來才會知道 OK 然後這個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 在什麼 指定儲存格 把D2 到D120 把它名稱改成 叫斑別 什麼叫名稱 這邊就有 D 這個D2 到D的最佳 Ctrl Shift向下 名稱叫斑別 意思就是說以後 這個範圍 我就叫這個名稱 所以我先把斑別複製一下 複製完 第1步 游標放D2 把它Ctrl Shift向下 選範圍 然後給它名稱 記得 在你的 Essal 左上這邊有個名稱方塊點一下 把斑別這兩個字 輸入上去 你可以打上去 或者貼上去都沒關係 最後記得Enter一下 Enter 好 那以後的話 這個D2到D120這個範圍 就叫做斑別 OK 那等一下會用到 所以這個步驟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D2題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反正就照著做就對了 上面其實我是按照 反正題目要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其實正在考試是這樣 其實還蠻機械化的 剛開始其實我也不太習慣 因為想說這完全沒有可以自己發揮的餘地 沒錯 其實就是熟練就對了 沒辦法 因為電腦其實就是一板一眼的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它其實毫無情感 更不要說有什麼人情味 它沒有 所以你就是熟練就對了 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那個第2題的部分先試著完成 如果這個做OK 完成之後 再來我們就要再把第3題 第3題做完 這題就OK了 這題好像題目比較少 不像 前面那一題 還要做到第7 這題只有到第3而已 最後就存檔 這題就完成 好,試試看 好,看一看喔 好,看一看喔